你是否会因为每天吃什么而烦恼呢 青黄不接的时候 那个时候一家里根本就没有青菜了 到菜市场选购 是否也会左右为难呢 既然有营养菜 我们又来到了野外野菜 今天节目中两位老师带您解开这个难题 走进大自然 看看那些藏在户外的健康食材 探索最天然的营养好菜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寻找大自然给我们最原始的馈赠吧 健康饮食 服从口入 吃出营养 吃出健康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王振华 坐在我身边的依然是 大家非常熟悉的著名中医养生营养师 铁峰老师 正好 老师您好 铁峰老师好 铁峰 临床医学毕业 中医养生营养师 国家一级播音员 主持健康服务节目28年 哎呀 你看今天咱俩往这一坐 这感觉和晚日不同吧 那对 这多敞量呢 是不是 走出了室外 来到这个地方 是不是感觉咱们这个心情啊 顿时敞量的渠度 对 真是不一样 当然呢 我们一直都是在室内拍摄 现在走到这个野外来 跟大自然亲密接触 它是有原因的 你看 原因一定是有 对吧 我猜想啊 这个我们的策划 能让我们到这个地方来 有铁峰老师 这肯定是跟营养菜有关的 您这话可说对了 咱别说上野外来 有一天看咱哥俩给天上飘着 他也一定是为这个中心话题来的 对 既然有营养菜 我们又来到了野外 我猜了俩字 肯定跟这有关系 您说 野菜 您说太对了 这有经验 对不对 野菜这个地方我过去来过 这个就是野菜种类不少 有马尺馅 有水芹菜 水芹菜 有蕨菜 反正我感觉最多的就是婆婆丁 你说这个婆婆丁啊 小的时候我最开始 不知道它叫婆婆丁 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最开始我接触的时候 那就是为了玩 揪过来扑一吹 那时候知道 这叫蒲公英 拿着一吹那个 有这么粗这么长 那东西 我记得我小时候管 那东西叫扑吧 叫扑棒 一转 吹的那个 飘飘沙沙的 非常好看 扑棒啊 扑棒就是扑公英 不是河里长的那仓谱 是不是 那叫石仓谱 对 但我咱俩说的 其实是一个东西 就是野草 对 拔起来一吹 化散了 那扑公英 叫扑公英 后来才知道 这玩意有学名 也有这个 这个扑名 就是大名 叫扑公英 对大名叫扑公英 小名叫扑伯丁 别看东西不大 俩名 对 你要说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土名啊 嗯 它不少呢 是吧 各地叫法不一样 但是说的最多的 还是现在我们这边 北方可能都叫 对都叫扑伯丁 扑伯丁 扑伯丁 这种东西不经常吃吧 我小的时候 那也过过苦日子 挖过野菜 是吗 对不对 我那个时候 是跟您比不了 那是我多资深的 你是吃过大虎的人 但是我们小的 那个时候 也有吃不饿的时候 野菜也没少挖 而且不光是这个扑伯丁 像刚才您提到那些 不都是能吃的野菜吗 对 最开始挖野菜 我小的时候 是为了玩 后来才知道 大人挖野菜 是为了甜度 你看看 这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差异 对 就是你小时候 挖野菜是为了玩 我那时候 纯粹是为了 也不是为吃饱 为了果腹 真饿 真饿呀 它代替粮食 跟弄点棒的面 嗯 然后弄点野菜 蒸那个菜团子 吃嘛 其实呢 我跟你说 它吃完那个 其实吃完以后 马上就饿 但是它满足了一种 这个视觉的满足 那里有菜 那一个是有菜 但是它大呀 体积大 我吃这么大一个 但是其实这么大一个 也不如现在的 这么大一个 那咱们这今天 主题明确了 明确了 过去有那么句话嘛 就 光练不说啥把事嘛 光说不练假把事 对 那既然来了 咱就练了嘛 好 挖野菜 挖野菜 你看我这篮子都备好了 一会儿咱就一人夸框 看谁挖住 对 挖野菜的小姑娘 俩爷们 拿来拿来 以后 挖菜这活是你的 我来挖 我来尊心 拎包这事儿归我 您就这么说了 你看 这有颗 这颗婆婆丁还行 就是这个婆婆丁 春天吃的是叶 秋天吃的是根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呢 其实呢 其实呢 婆婆丁是全猪入药 液和根都可以入药 而且它的功效都是清热解毒 它都有这个功效 但是呢 在春天的时候吃这个叶 口感比较好 它嫩的 对 它嫩的 根呢 太苦了 是 秋天挖这个婆婆丁 主要是为入药 是看中它的药能功能 明白 春天吃它的叶 还是因为它好吃 对 能不能这么理解 这就是春天就是菜 对 是吧 秋天就是药了 就是药 药能价值更突出一些 来吧 把它请出来吧 我来放你框里 算你的 算咱们俩的战果 这个找到根之后 斜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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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 根啊 比较直 比较深 它一般来讲 不要根的话 就直接下来了 对 用这种方式 可能比较简单一些 如果是秋天 这根已经得给它带住 对 而且现在的工具也不行 过去我们用都是一种 那个湾菜的那个 就是像一个小镰刀一样的 对 对 就专门湾菜的工具 现在的工具也不行了 我去 哎呀 好 好 来放放 这是你的框 都是我们的框 来 好嘞 你看看 又给恢复原样了 还有吧 再找 小时候在乡下生活 我们结伴 扛着粪鸡头 或者拐着篮子 拿着小铲子 三五成群的到田野里去挖野菜 现在年岁大了 野菜联系着乡土与自然 亲人与林里 今天再摘野菜 是我们对幼时记忆的怀恋 对先世亲人的思念 幼时处置人间苦 晚来才觉 野菜香啊 在我小时候啊 就这个挖野菜 挖婆婆丁 这是一个 时常都能见到一个特别平凡的景象 必须得干这种 特别是在咱们东北 在咱们东北这个 四五月份的时候 就过去说叫青黄不接啊 就是上山挖点野菜 填补这个 往这个餐桌上填 是不是 可以说是这个蒲公英啊 婆婆丁 对 在青黄不接的时候 那个时候一家里 根本就没有青菜了 对 是那个时候 婆婆丁就是 梅加餐桌上 唯一的一道绿色 是 就是这个季节呢 随着大江南北 它季节不同 像北方 可能像你说的 四月三月底四月初 就开始有了 对 要再往南呢 可能二月份就有了 但是不管是哪 初中 都像你说的这样 对 最开始都是为了填跑肚子 对 你像 尤其我老家那个地方 一般是到了这个 三月底四月初 嗯 就是没有什么吃的 连这东族大白菜都吃没了 都吃光了 这桌上就是咸菜 对 在这个时候 蒲公英啊 婆婆丁采了 说 呵 绿色的 哦 新鲜的 新鲜的 带着地气的 所以说 这个好像也很有传统 我记得有一首古诗 啊 说那就是 婆婆丁 是啊 啊 说婆婆丁 那个诗我记得是 金黄遍野 四彩霞 不木桃李 盛名画 白龙飞絮 天千五 穿羊半柳 飘天涯 哎呀 我天天 哎呀 这通过这个就能看得出来 震华老师 我震华大哥 你是个非常乐观的一个人 是吧 哎 哎 其实啊 咱们两个年纪是有差距的 对 我比你小了好几岁 嗯 对 你是真真正正爱过个的人 是 真真正正正受过苦 对吧 嗯 我觉得啊 就这个婆婆丁 嗯 蒲公英 它有些地方跟你这个 跟你这人性格经历有些都挺像的 是吗 吃起来苦啊 嗯 对吧 嗯 但实际上你细品 它挺甜挺香 而且它能解决很多问题 是吗 你看像不像 啊 拿比喻我这个人 哎 我这个人看得挺丑 实际你仔细看时间长了 我估计眼漂亮不了 我不配他 我是说呀 嗯 在我们生活当中啊 他善于发现苦 嗯 这样的人就一定更善于发现路 还真是这样 能吃了苦的人 嗯 才能有更好的享受 你说我呀 比你年纪小了几岁 嗯 那我小的时候 对蒲公英的印象啊 嗯 那第一 就是玩 嗯 后来才知道 这东西 它能够帮助你 啊 这个 忍急还饿 嗯 它能够填饱肚子 嗯 那你说 我记得蒲公英那时候做菜的时候 嗯 空口吃也行 对 嚼着是苦 是 但过一会儿它能回肝 嗯 对对对 要是炸点酱呢 啊 这要是有个鸡蛋酱 嘿 呵 嗯 那味得多好 现在吃跟以前可都不一样 嗯 现在吃这个婆婆丁的时候 那酱的种类很丰富的 嗯 你看啊 有肉酱 对 肉酱 嗯 肉酱 这个鸡蛋酱 嗯 嗯 还有把这个婆婆丁啊 嗯 直接切碎了跟肉混一起 拿它直接做酱 有 我还真吃过 但不管是用什么酱 嗯 嗯 这个婆婆丁最主要的 嗯 还是把它拿水焯完了之后 嗯 蘸酱吃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啊 对对对对对 你是鸡蛋酱也好啊 啊 你是肉酱也好啊 嗯 吃来吃去 还是吃这个婆婆丁味儿 对 当然是我们这一代人 嗯 我那代人说实话 嗯 我们要有肉酱 要有鸡蛋酱 我们还挖婆婆丁干啥 就不用去挖它了 是不是 是 这个婆婆丁啊 也说到这儿了 我也看这个 都摆在这儿了 嗯 平安老师 嗯 我就知道你下面想干什么 有用处 哎 你是想用它给我们泡个茶 对不对 对 这看出来 这都能拿水冲的东西 对啊 嗯 这个婆婆丁啊 嗯 就是如果单独 你不只用它 嗯 它的作用什么呢 嗯 清热解毒 哦哦哦 嗯 它是一个良性的东西 嗯嗯嗯 所以说这个蒲公英 这个婆婆丁 嗯 你吃它 就哪怕你拿它当菜吃 嗯 你也不能吃时间太长 不能吃得太多 哦 吃得太多也不行 那对啊 你小时候没有记忆吗 如果一顿你要是吃婆婆丁 吃太多了 会拉肚子的 不行 我小时候三点两头拉肚子 我也不考究它究竟是什么原因了 跟它这个清热的功效是有关系的 哦哦 毕竟是个寒性的东西 嗯嗯 寒性的东西啊 不能吃时间太长 明白 一次吃的量不能吃太多 嗯嗯 但是今天我摆这么齐 你看啊 嗯 这这这摆个这个这个方针出来 嗯 是要求它有这个组合的 哦 这这这个是 这个啊 这个是桑叶 哦 桑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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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小时候家养残用这个 哎 对对对 桑叶 桑叶是能入药的 啊 桑叶 那个这是啥呢 嗯 这是葛根 啊 啊 这玩意煮好了能结酒 啊啊啊 能结酒 是知道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哎 这叫 我认识 清果 它晒之前是清的 晒完之后黑 黑居居的 啊 这这俩我都认识 这就是婆婆令 对对对 这是玉米须子吧 玉米须子 啊 这几个东西加在一起 我们把它做成一种茶 一种饮料 叫什么呢 叫玉桑青 玉桑青 对 这名挺高雅啊 你看看 嗯 这这不是玉吗 玉米 这不是桑吗 嗯嗯嗯 这不是清吗 哦 玉桑青茶 对玉桑青茶 它的作用是干什么呢 嗯 什么 胆固醇高的 嗯 啊 血脂高的 嗯 用它 非常合适 那这 我喝的就是 正合适啊 所以才这事摆好了 给您准备 哎呦 谢谢 谢谢 咱一起来尝一尝啊 来尝尝 来尝尝 来尝 哎呦 喝 这都泡好了啊 哎 哎呦 谢谢 您您别动 您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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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烫着您啊 哎哎 这个颜色呀很淡 嗯 嘿 挺好的 哎 来来来来 一小口一小口 咱们喝着啊 您尝尝这个味道 还真不难喝 挺好喝的 嗯 因为这个玉米须啊 这个桑叶 还有这个竹叶 嗯 它的味道都是很清淡的 嗯 所以说它的味道本身 并不难喝 嗯 挺清香 嗯 这个玉桑青啊 它是有出处的 嗯 应该说是细处名门 是吗 哎 这个张中景您知道 太知道 那了不起的 了不起 伤寒论嘛 那 伤寒论里有机的 这是伤寒论里的方 是吗 哎 吃 这个东西啊 为什么我今天把它拿出来啊 嗯 它特别适合 给这个胆固醇高的人 嗯 咱讲血脂高的人 嗯嗯 喝它 你看正适合我 哎 而且呢 这个 它很温和 嗯 它在清脂降脂的过程当中 它表现得不霸道 嗯嗯 就适合啊 有心情 有时间 嗯 像您有个小院吧 哎 没事 泡点这个东西喝一喝 这配方我给记住了啊 15天 嗯 15天就会有变化 每天喝一点 每天喝一点 你啊 我们这是在野外 可能煮的还不是特别到位 明白 你要是自己在家里 用标准的方法 用这种程序 把这几样配齐了 好好煮一煮 煮完了之后 连续喝它15天 嗯 你会在血脂指标上 有感受有变化 一会儿这我拿走 今晚回去我就试试 全都送给您 今晚回去我就试试 半个月以后见 哎 今天为啥呀 在这儿给您拿出这样的一个 放了 这个欲丧青来 嗯 是有原因的 嗯嗯 为什么啊 其实现在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往上的时候 50多岁往上的时候 嗯 这个血脂 对于我们健康影响是非常大的 对 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年纪 血脂越来越高呢 嗯 跟饮食习惯有关系 其实血脂啊 它分好多种类 嗯 什么高密度脂蛋白 这是好打过程 嗯嗯嗯 低密度脂蛋白 这是坏打过程 嗯 嗯 还有干涝三脂 对不对 嗯 它有不同的种类 但是 谁都没有想到过 烹饪的温度 嗯 对这些 这个脂肪的成分 有影响 哦 就温度都有影响 对 其实现在生活好了 我们吃的那些动物性啊 或者是高脂肪的食物啊 越来越多了 嗯嗯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什么呢 高血脂引发的各种问题 也越来越多 嗯嗯嗯 那么以前有的人他也吃肉 对 也不少吃肉 是 他怎么没有高血脂的问题呢 嗯 其实跟这个肉类脂肪的烹饪温度 有关系 嗯嗯 当这个油温超过140摄氏度的时候 嗯 好油就变成坏油了 140度 对 嗯嗯 140摄氏度的油 嗯嗯嗯 而我们中国人烹饪时 用的那个火焰中心温度 嗯 普遍在180度 这已经超不少了 对 所以当我们烹饪的时候 还有个习惯 嗯 中国人习惯什么呢 叫热锅冷油 嗯 对吧 对 锅烧热 油一下去 过一会儿看油猫烟 对 啪啪啪 是 这个时候 好油就变成坏油了 明白了 明白了 哎呦呦呦呦呦 这个我真是不知道 所以说现在有一些人呢 他为什么高血脂 他的脂肪 好 本来是好油 嗯 好脂肪 做完了 烹饪完了之后 再吃到他肚子里一代谢 变成坏油了 嗯 把血管堵上了 把这个脏气缠上了 为什么跟这个温度有关系 这个温度一定要注意 140度我记住了 我们用的是什么呢 我们用的是煮开的水 八九十度 冲泡这些植物 然后由它来帮助你 调整你身体里的脂肪成分 把好脂肪留在身体里 把这个坏脂肪 尽可能的帮助我们代谢出去 这是我今天为您准备的 这个预桑清的根本原因 我再来一口 咱干一个 走着 别说 越来味越好了 正华老师 今天为啥跟你说这些 其实就是在你小的时候 那个时候发病最多的病 是消化系统疾病 对对对 都是消化系统 要我刚才跟你说经常跑肚 对吧 那个时候是因为什么呢 吃不着 对 吃不饱 谈不到吃得干净不干净 是 吃得对不对 对 那时候常说一句话 是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对吧 有就不错了 对 但现在不一样 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 这个活泼丁 当成一种野菜 当成一种美味来品尝 是 那个时候填饱度就可以 对吧 现在不一样 同样 它也有它相应的功能和作用 这个六十年代的时候 人得的最多的疾病 是消化系统疾病 但是现在得的病就不一样 现在时代变了 得的更多的是心脑血管疾病 对 对吧 这什么原因呢 这就是跟我们饮食方式有变化 哦 以前啊 我们在烹饪的时候 水熬汤炖居多 对 没有油性 是 甚至有的人家里做菜 这一瓶的油 拿筷子蘸一下 往锅里一甩 往回一带 带回半勺水 对 而且我记得我们家做菜啊 那油是厚放的 是吧 就是清水 炖大白菜 对 炖完了之后 捞出来以后 弄点油 那油事先得弄熟了啊 就点上点就行 油点油花就行 嗯 那个时候的油 真的就是一个很金贵的东西 嗯 但现在不一样 嗯 现在人在烹饪的时候 第一宽油 对 放得多 嗯 第二呢 为了让这个菜箱 嗯 高温 嗯 油温超过了140度 到了180度的时候 油的性质就发生变化 对 所以说这个时候人就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 包括我说的心脑血管疾病 嗯嗯嗯嗯 所以说呢 饮食的方式 它就决定了一个人健康与否 是 其实我这 我就是心脑血管患者 嗯 是不是 您是吃过亏的人 对啊 所以我真得感谢你铁红老师 嗯 是吧 您 告诉我要改变这个 饮食习惯 对 也要改善这个生活习惯 对 要走出去 该动该动 亲近大自然 对 是吧 而且跟铁红老师交朋友 还有一个最好的 好处 就能经常吃到养生菜 能吃到好东西 对 对对对 这个今天呢 这也在我们这个计划之内 嗯 有不光是要到这来 嗯 体会一下大自然的气息 嗯 咱们呢 也拿这个蒲公英啊 做点菜吃 啊 这蒲公英 这新鲜的蒲公英 还是蘸酱吃吗 不能光泡水啊 嗯 蘸酱吃那就有点太落后了 而且那酱太咸了 少吃盐 咱们呢 拿这个蒲公英 做点营养菜 嗯 好吃 开胃 你还爱吃 我呢 已经让可心啊 准备好了 嗯 咱们把这道菜啊 啊 咱们精工细做 嗯 好好尝尝这个蒲公英炒鸡蛋 嗯 到底是什么味 那我就垂涎以待 大家好 我是可心 今天呢 为您带来的这道菜 叫做蒲公英炒鸡蛋 它的主料呢 就是这个很新鲜的啊 蒲公英 首先呢 我们先将鸡蛋 打入碗内 然后将蛋液当中 加入少许的精盐 再加入一些白醋 加白醋的目的呢 可以使煎出的鸡蛋呢 更加的松软 而且可以去除 蛋液当中的腥味 我们将鸡蛋打散 那么蒲公英呢 我们洗净以后啊 从中间切一道 然后我们将胡萝卜 切成丝 葱 切成葱花 锅热了以后呢 我们加入色拉油 然后倒入蛋液 好 然后呢 定型之后 将鸡蛋炒散 锅中再次加入色拉油 加入葱花 胡萝卜 下入蒲公英 加入盐 鸡蛋 白糖 少许的白胡椒粉 翻炒均匀 下入鸡蛋 好 关火装盘 今天的这道蒲公英炒鸡蛋 就为您制作完成了 平时作为蘸酱菜的婆婆丁 还有这样的好处 那么每天 我们究竟可以吃多少的婆婆丁呢 如果它的舌呆是黄的 那么这个蒲公英就可以用 但也不能长期用 除此之外 它还会给我们 在哪些方面带来帮助呢 蒲公英它是清热的东西 如果它是由热症引起的 用它就有效 稍事休息 精彩节目 马上回来 这铁文老师啊 你看您是走到哪 咱们的威友就能追你到哪 现在我还接到几个问题啊 这个威友叫回忆 回忆 回忆 这位威友说 没想到这个婆婆丁啊 还有这么多的好处 以前的光蘸酱吃了 这个铁文老师 最近这个气温一高 我就感觉这个迷糊 脑袋特别沉 就想趴着 说我这种状况 和您这个蒲公英茶 可以吗 这个在表述上有些问题 首先呢 它的主要症状表现 是头晕 但是这个头晕呢 跟温度升高有关系 是吧 这事就得变证地看了 因为它温度升高之后呢 血管就扩张 对 血管出了之后血压就下来 血压下来之后 有的人就会觉得头疼 其实啊 蒲公英它是清热的东西 如果它是由热症引起的 用它就有效 明白 但是现在通过它目前表述的这些 不敢说 说不好 对 因为有的时候 寒症也会有它这种表现 明白了 那还是让这位网友 咱们这个回忆 最好去医院看一看 再看一下 应该先到医院 做一个基础的体检 蒲公英呢 它作为一种钥匙同源的东西 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可以用 而且呢 蒲公英是中医应用的一个点 中医啊 必须先辨证 辨证之前必须变什么呢 寒热虚实 现在通过它的描述 看不出来这是虚症还是实症 明白了 明白了 如果是有一个中医给它看的话 可能也得看看舌苔 看看舌苔是黄的还是白的 如果它的舌苔是黄的 那么这个蒲公英就可以用 但也不能长期用 对 您刚才说这也得有个度 比如说现在您家里就有蒲公英 你现在就难受呢 而且舌苔是黄的 你现在可以煮一些喝 但是你还得尽快到医院 对 由医生来帮助它变动 还有一位网友 他这名字叫永远年轻 这名字好啊 他说铁鹏老师 昨天看到您直播了 比电视里还要帅气 那种美颜那个 不知道都是什么时间直播 您的节目我看不够啊 你给大家找的那个医生军呢 我也用上了 真是太合适了 用着也好 再有这样的好东西啊 一定要帮我联系啊 昨天直播跟您说 这个现在吃麻麻香 那个就是我 有印象吗 吃麻麻香 有印象 还给我们刷礼物来着 是吗 这个我们做网络上的直播 实际上是我们节目的一个补充 而且呢 在做直播的时候呢 大家提的问题呢 可能要更轻松一些 对 然后可能更宽泛一些 是 我们交流的可能更深入一些 我愿意给大家做直播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像我们这位 叫永远 永远年轻 永远年轻 这是一种美好的期盼 这个医生军 真的能够强化肠道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医生军是可以让人 变得越来越年轻的 只要你用得好 用得对 持续的时间够长 其实一个人在一生当中 什么时候医生军 在身体里的含量最高呢 就是儿童时期 随着年纪的增长 医生军是越来越少的 像他这种情况啊 我建议他能够保持 长期使用医生军的习惯 这是第一 再有一个 这个礼物就不用耍了 这个我们跟大家 在一起交流的时候 还是更想听到大家 关于健康方面的一些想法 追求 包括一些问题 不用刷礼物 对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希望你们和我跟铁峰老师一样 能够保持